庆余年 第二季 第一百零五集 为什么? 范贤想不明白,既然陈平平和庆帝知道那密码所与神庙有关, 不知道打开密码所的密码就藏在四大宗师身上, 那叶刘云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向自己示弱? 东宫被封,太子一时跌落谷底,虽无性命之忧, 但在南庆朝臣,棱至所有百姓的眼中,这个太子危险了。 叶刘云暗中乃是太子的门人,一旦太子出了事, 他叶刘云岂能无虞,而他此时向自己示弱, 如果不是庆帝指使,那便是叶家当真走投无路了。 范贤无法肯定自己的猜测是否准确, 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种猜测无疑是最合理的。 因为他已经让范思哲、林婉儿、范若若等人在清查内库的烂账坏账, 一旦查实,叶家必定难辞其咎,说不定还会被重创, 再加上东宫封禁,叶家此时可谓是四面楚歌。 当然,叶刘云也可以去寻庆帝, 但是他不能告诉庆帝自己是太子门人, 一旦他吐露实话,太子的情况将会更加危险, 所以他只能来向自己示弱, 由此来暂时保护叶家。 你在想什么? 这是陈平平呼地问道。 范贤摇了摇头, 今天你说的话我都一一记着, 但也请院长切记, 如果你想利用我成为太子来调查清楚当年的真相, 那我奉劝你放弃这种想法。 至于太平别院里的秘密, 说真的,你最好别去碰, 范贤最终还是警告了一番陈平平, 因为按照他母亲叶青梅留下的书信所言, 那池塘底下的密码锁开启的便是禁忌之门。 而禁忌之门里藏着的乃是人类灭绝, 神庙的秘密, 这些超时代的秘密根本就不是陈平平, 庆帝等人所能理解的。 陈平平刚才那般想法在范贤看来固然可笑, 但陈平平的出发点却是好的, 他希望范贤能够更加稳妥地弄清楚当年的真相, 甚至成为庆国的国君。 说到底,他对范贤的期望远胜其他人, 所以他才会如此谋划。 范贤虽不同意他那般想法, 但最终还是选择给他一番警示, 因为范贤当真不希望看到他悲情落幕。 人类是一种复杂的动物,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情感方面。 人的情感因为环境和经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所以向来难以琢磨。 范贤虽对陈平平的谋划不屑一顾, 但却又担心他的方式方法会不会引起庆帝的猜疑, 最终为他自己带去祸端。 范贤想让陈平平离太平别院那个秘密远一点, 可是他又知道陈平平肯定不会听从自己的意见, 所以说这句话的时候本身就很无奈。 可范贤又能怎么样呢? 此时范贤才发觉当初的自己是多么的可笑, 竟还想用一个现代人的观念去解读历史, 殊不知一旦成为历史中的一分子, 很多现代的观念都会随之改变。 陈平平的脸色很是阴沉, 他就这么看了范贤半晌, 直到范贤转身离去。 他望着范贤的背影, 嘴角呼得上翘, 脸上的阴沉顿时演变成了一抹诡异的笑容。 范贤去太平别院后, 庆帝没有召见他, 于是范贤得空在府中休息了一下, 每日里就去看看范思哲清查内裤的烂账的进度, 然后再带着林婉儿在城中转悠一圈, 闲暇无比, 一晃便是一个月, 而在这一个月里, 范贤始终没有收到四顾剑的传信, 这让范贤开始担心起来。 按照当初的计划, 四顾剑和苦河大战之后重伤是肯定的, 因为他们必须假戏斟作, 以此来麻痹当时也在暗中观战的夜流云, 然后他们退到海上休养。 从大战结束到现在, 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 四顾剑却毫无消息。 更关键的是, 南庆已经在往东晋大量调兵, 而此次担任进攻东夷城的主将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范贤提及的秦家, 秦叶。 秦家折服二十年之久, 终于又要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了。 爹, 这个秦叶到底是什么来头? 当初范贤曾问过范贤, 但那时候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在谁参与了袭击太平别院, 而不是这些人的来历。 秦叶祖上乃是我庆国的开国功勋, 先帝赐一品国公, 世袭罔替。 但后来, 随着秦家子孙的凋敝, 一品国公的爵位被收了回来, 但秦家与皇室的关系却一直很好。 直到秦叶横空出世, 这才重振了秦家的雄风, 当年陛下移到南征北战, 这个秦叶立下的战功一点不比陛下少。 但因为你娘的事, 皇后一族被陈平平血洗, 秦家由此消沉, 秦叶也二十多年未在京城中出现了。 范贤知道的并不多, 但从他透露的消息来看, 这个秦叶绝对是个扛把子级别的存在, 只因为叶青梅之死, 导致秦家不得不暂时折服, 而此次庆帝亲封秦叶为大将军, 显然是故意为之。 看来咱们这位陛下, 当真打算开始重新启用自己的老班底了。 范贤忍不住淡淡一笑, 如果说陈平平、范贤等人乃是庆帝登基后的新班底, 那么秦叶等人可算是庆帝的老班底。 因为陈平平、范贤等人都与叶青梅私交甚好, 而庆帝对叶青梅却不见得信任之志。 所以在一统天下这等大事上, 先帝最先想到的自然是自己的老班底、 秦家这些人。 这些人对于庆帝可谓言听计从, 乃是庆帝用得最得心应手的一帮人。 大皇子虽对东夷城支支甚祥, 但他毕竟有一半东夷城的血脉, 再加上北境之争, 他的表现并未让陛下感到满意, 所以此次出征东夷城, 陛下才会没有用他。 至于太子、二皇子, 这两位现在只怕也不会想参与这一战。 范贤稍微分析了一下, 对目前的局势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你觉得陛下对这两位已经失去了耐性? 范贤皱眉看着范贤问道, 太子还好, 毕竟庆帝知道他是被利用的, 但是二皇子与大皇子之间的关系 却颇为耐人寻味。 谢彼安可始终还在大皇子的身边, 但二皇子却一句话也没有, 这可不是他的作风啊。 南庆要攻打东夷城, 这自然不是范贤想要看到的局面, 他想要看到的乃是东夷城与北齐联手攻南庆, 而南庆朝中无人, 只得由范贤力挽狂澜, 然而事实就是这样, 总是事与愿违。 范贤曾对陈平平说, 既然他是帮庆帝出谋划策攻打东夷城, 那便由他来阻止这场战事, 可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陈平平并没有这么做。 范贤不由在心中琢磨, 难道陈平平还打算让自己当太子? 他不确定。 可无论陈平平是怎么打算的, 范贤的想法一直都很明确, 那就是必须要阻止这场战争。 你想如何阻止? 范贤眉间的皱纹更深, 秦夜不是主将吗? 倘若军中无将, 这场仗还怎么打? 范贤的笑容显得很是灿烂。 秦夜当年与叶青梅之死到底有没有关系? 范贤和林若府还在查, 但是他和庆帝的关系而言, 如果当初庆帝当真默认了太平别院之事的话, 那么秦夜肯定是脱不了干系。 毕竟当时秦夜乃是庆帝的心腹, 这么大的事儿, 庆帝若是知晓, 秦家也必定知晓。 此次秦夜又奉命出征, 正是范贤下手的好机会, 且不说能不能从秦夜的嘴里问出点什么, 至少也能阻止南庆攻打东夷城不是? 你要动秦夜? 他可是个酒品上的老家伙, 底下号称半部宗师, 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范贤有些担忧, 毕竟秦夜能够重振秦家雄风, 没点本事怎么能行? 再加上秦家与皇室有关, 范贤这么做危险系数很大。 有书在, 没意外。 范贤笑了, 我管你什么酒品之上还是半部宗师, 在我五竹书的面前通通都是咸鱼。 那你也要当心, 得罪了秦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范贤担心的是, 一旦范贤对秦夜下手, 那么他就会在京都给自己树立一个强劲的敌手。 这对范贤日后要做的事, 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事。 反正也在调查他, 干脆一点岂不正好。 范贤不想思虑太多, 思虑太多反而束手束脚, 既然秦家乃是当年在京都几大士族之首, 拿他开刀乃是最好不过的事。 而就在此时, 林若甫来了。 范贤与范贤相视一眼, 急忙赶到正厅。 林若甫坐在客厅的右手手座, 袁洪道就站在他的身后。 有消息了, 这些日子林若甫一直在通过自己在朝中的关系, 暗查当年叶青梅之死之事。 而此时林叶授封大将军林若甫却来了, 这不得不让范贤猜测他是不是调查到了什么。 二十年前, 秦叶的确与皇后有过商议, 太平别院事发之时, 秦叶也的确去过皇后的秦宫。 林若甫的能力在此刻得以完整的体现, 谁也不能怀疑一个在沁国朝堂 混迹二十多年的宰相所拥有的能量。 这么隐秘的事儿, 除了林若甫, 范贤当真还想不到还有谁能查得到。 何处查之的? 范贤急忙问道, 当年陈萍萍血洗皇后一族, 陛下一生未出, 显然是他私下受益的。 但是陈萍萍也不傻, 皇后一族若是与叶青梅之死有关, 他自然是要详加调查, 只是当时的情况很是混乱, 而且很多人都是甘愿赴死, 所以陈萍萍在当时没能调查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直到我最近重新调查在当年皇后寝宫侍奉的奴才, 这才查到了一丝蛛丝马迹。 当年有一个小太监跟随着皇后逃出皇宫, 却被陈萍萍抓获, 但不知怎么的, 陈萍萍却放了他一马。 陈萍萍知道我在调查此人前几日给了我一些线索, 我在京都城外五十里的一个小村庄里找到了此人。 林若傅说着, 一个满头白发的乌糟老者被人带了进来, 而在看到老者的瞬间, 范剑神色顿时大变。 秦渝 范剑失声喊道, 老者抬起白手, 两人四目相对, 两个人的脸上各自呈现出了震惊之色。 范剑! 秦渝沙哑的嗓音, 好像被什么东西烫过了嗓子, 给人一种格外慎人的感觉。 你还活着? 范剑上前扶着秦渝, 上下打量一番, 脸上的震惊已经快要满意出来。 爹, 这位老先生是…… 范贤不知道这个所谓的秦渝到底是谁, 但就他和范剑的相识来看, 这个人的来历并不简单。 范剑扶着秦渝坐下, 而后命人送来了清茶。 你竟然还活着, 我以为你已经…… 范剑一声苦叹, 脸上的震惊顿时化成了无奈的悲痛。 原来这个秦渝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侍奉在庆帝身边的两个太监之一的贴身士奸, 另一个则是陈平平。 陈平平, 范剑与庆帝都是从小一起长大, 只有秦渝是后来太后安排给庆帝的, 所以秦渝与庆帝的关系, 并没有陈平平、范剑与庆帝的关系那般深厚。 而且庆帝也知道, 太后安排秦渝在他身边只是为了监视他。 但陈平平、范剑与庆帝都是庆帝身边几个比较亲近的人, 所以私底下的关系很好。 范剑与庆帝一番久别重逢后, 正厅最终还是安静了下来。 林若甫像个没事人一样坐在那里, 见得两个人久别重逢热泪盈眶, 脸上却是一点表情也没有。 而范贤自也不好打断两人, 直到范剑缓缓道出秦渝的来历。 片刻后,范贤看着秦渝起身拱手。 秦老,晚生范贤叶青梅之子, 有一事我想请教, 当年太平别院事发之时, 秦家到底与皇后有没有串联。 范贤想听秦渝亲口道出当年的实情, 而不是从林若甫的嘴里听说。 秦渝听闻此事, 目光当即转信范剑, 见得范剑微微点头, 这才轻叹一声用沙哑的声音将众人带入了回忆。 二十年之久的时光, 摧残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身体, 更多的乃是一个人的精神。 秦渝当年未曾跟随庆帝一起出征, 那是因为当时皇后刚刚诞下皇子没多久, 所以庆帝将秦渝放在了皇后的身边。 至于为什么没有留下陈萍萍, 这自然是不需要解释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太子和范贤的年岁相近的原因, 因为他们都是在那一年出生的。 精彩内容, 我们下集再见。